我是男哥,欢迎回来 前一段时间呢,我的车被盗了 是怎么回事呢 是车停在屋子的外面 第二天呢,早上起来以后 就发现车不一而非了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拖车公司 各大拖车公司都说 他们并没有拖走我的车 所以后来我就给警察打电话 就是报车辆的盗窃 七天以后呢,警察就打电话给我 Hello, we found your car and you can come over, pick up 后来我就去到那个地方 发现我的车呢,是被停在了五公里以外 车是完好无损的 但是呢,我车上所有的证件 包括我的护照、身份证 还有驾驶证 那都不一而非了 所以后来我没有办法 那我就必须要在中国领事馆的APP呢 重新申请我的护照补发 因为在海外的小伙伴们肯定都知道 在海外丢失了你的护照的话 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不管你是去银行啊 还是去办驾照啊 都需要你出示驾照的原件 尤其是在海外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确保你的护照呢 不要丢失或者被盗 如果不信呢 你的护照已经被盗或者丢失 那你可以去中国领事馆呢 他们的官网下载一个中国领事馆的APP 在APP上呢 你就可以去申请护照补办 我的手机上呢 有一个中国领事的APP 点击进去以后呢 会有一些选项 右上角有个护照 点击护照 证件办理下方 选择办理 之后有个人信息 请选择办理的使领馆 我选择美洲 美国 使领馆选择住芝加哥总领事馆 选择证件类型普通护照 是否丢失是 申请业务类型护照补发 之后就是各种个人信息 那我今天呢 通过了网上的申请 包括了填写各种资料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一定要上传合格的照片 普照照片上传了大概15到20次 因为每一次呢 他可能会都会提出你这个照片的问题 包括头面部不可以有阴影 不可以有反光 也不可以有首饰 不可以戴帽子 要穿深色的衣服 在浅色的背景前面 照的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头面部 尤其是额头部分 有反光 那我换掉我的打光灯以后 这张照片也不合格 因为我的颈部有暗影 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换掉我的补光灯 换成一种像摄影棚一样 前面带蒙 有一层布的一种补光灯之后 这张照片就是合格的 面部没有明显反光和暗影 我昨天呢 我通过了芝加哥领事馆的视频面试 好的 你看镜头 我给找到像 嗯 离镜头近一点 嗯 好可以了 嗯 我看看这材料 嗯 18年10月11日 因为我使用这个证件嘛 我就放在我这个袋子里 我就是有一次 然后就忘记把它从车里拿出来 结果那天我觉得 小偷可能就是看到有 他有文件 有那个包在那个车里面 他就把车倒了 开跑了 开跑了以后呢 就报警 报警了以后 七天以后 警察找到以后 找到车以后 就发现车上所有的东西 都都没有 车是没有锁 车是没有锁 但是车里面放了一把 有一把备用的钥匙 这把备用的钥匙 我们会发一把新的护照 对 完了这把护照呢 即使再找到也不能带用 因为发了一把新护照 从事这净护照就就锁消了 知道吗 嗯 不能再拿过去的这把护照 过关或过其他事情 好吧 好的 视频结束了 你可以记彩料了 今天呢 我可以去邮局呢 去邮递我的各种纸质证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